2022今日头条升级大会争文活动 首先感谢今日头条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参加这个争文活动 头条走过了辉煌的十年 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致敬光阴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A股的十年 以及我们在今日头条难忘的一些瞬间 同时做一下本周的周评 十年实际是很漫长的 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 今日头条现在已经变成了 我的重要的信息的来源 我来头条创作已经接近一千天了 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我们A股的早评 做节目的同时 实际也是提升自我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感觉到十分有意义 感谢今日头条能给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 我们A股的十年 我是1992年开始涉足股市 1995年正式炒股 2016年正见从业到现在 可以说我接触的股民太多了 也可以说是月银无数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呀 想在股市当中赚快钱 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财不入急门 这句话是最适合于股市的啊 短线交易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无法赚钱 也可能呢 你一时赚 一个月赚 两个月赚 甚至一年赚 但绝不会持久 早晚你会全部还回去啊 另外来讲呢 很多人呢 会依赖其他人 依靠所谓什么 所谓的股神来进行交易 我跟你说 那更不靠谱啊 最终能否走出 能否赚到钱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 你别人的经验呢 你可以借鉴 甚至有些失败的经验呢 你也可以借鉴 但是你要总结出 自己的交易方法 最终能否赚到钱 只能靠你自己 没有一个人 一个人能够帮助到你 只能给你一些借鉴的经验 和建议这个可以啊 我们可以听一听啊 我们散户的赚钱的 唯一的方法啊 我在这公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散户 唯一的赚钱方法 没有之二 就是选择优质的股票 找到一个大级别的低点 也就是底部区域就可以啊 不要太在意短期的波动 有些人呢 说今天能不能涨啊 明天能不能跌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决定 我们的交易的成败 只要坚持一个大方向的正确 保持一个模糊的正确 简单的交易 即可轻松的获利啊 我统计了几个数据 大家来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一些启发啊 上证指数呢 十年间上涨了46% 46是不是不多啊 平均年收益只有4.6 4.6也跑赢货币吧 是吧 护身300呢 十年上涨了70% 注意是护身300 涨的多一些了吧 平均年收益是7% 那么创业版十年上涨多少 232% 平均年收益率 23.2% 那么创业版跑赢了巴菲特吧 跑赢了股神 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 也有的同学们可能说 老师那创业版是个特例 你再拿一个别的 我看一看 我再拿几组别的数据啊 我们说小的 那说明不了什么 我们昨天说大的啊 我们就说金融三间客 有很多人呢 管这个金融三间客 叫金融三傻 形容他们呢 特别笨重 傻大嘛 是不是 我们就来说说 这三个板块当中的龙头啊 首先我们来说说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十年上涨了 213% 平均年收益 21.3% 我问问你 你炒了十年股票 每年能不能收益 21.3% 不能吧 恐怕 恐怕十年不亏钱 就不错了 别说收益21.3%了 跑赢了多少 长期算复利 巴菲特都没有这个业绩好 工商银行涨了多少 工商银行十年 十年上涨了258% 年收益率25.8% 再看看我们这个中国平安保险 它十年上涨了 1105% 平均年收益率1101% 也就是说每年 都能涨一倍 我请问大家 听到这些数据 你做何感想呢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股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跟大家说 股票真就不要太在意 今天涨明天跌 看准大方向 保持一个模糊的正确 就可以了 那么在十年期间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有高点有低点 加上我们这个简单的 这个择时技术 很轻松 你要如果能跑赢指数 你说你得算多少钱 咱们就说中国平安 你要如果要是说 跑赢指数的话 高低切换把握个大概 不用说一年的调 高低是两三次就行 没有必要今天研究涨 明天研究跌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是我们说的 A股的十年带给我们的思考 我跟大家说 大家真的认真考虑考虑了 考虑考虑我们的股票 你的股票究竟应该怎么做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 每天的股评 怎么样去考虑这些事情 猜点位有益吗 今天能涨到某某点 明天能下跌某某点 意义不大 看准大方向 看准大趋势 才能赚大钱 炒股票要有大智慧 大格局 我们说说A股的当下 就怎么说 有没有得转移到当下 是不是 周末有消息 2022特别国债 面值7500亿 我理解为 是宽松的 中国版的宽松 这肯定是货币政策是宽松的 那么这些7500亿 肯定要投到一些地方去 投到哪面 肯定是稳增长的方向 这都想都不要想 是不是 这是一个 另外这个周末 消息片最多的 还是说 怎么样防病 万一来病了之后 怎么治 所以说 加快推进医疗资源的 这样的准备工作 变成特别特别的重要了 实际呢 我们说最近呢 都是围绕着这些题材 消息在炒 最近呢 交易并不容易 挺难的 暖线交易难度挺大的 实际呢 你看一下 中国本周的统计数据 这个表呢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指数呢 确实是涨了 上证指数呢 指数都是周线六连扬 但是呢 指数涨了 本周 个股跌了 短线难度加大了 但是首先必须说呢 现在这地方的上涨 已经走势结构 内容已经不同了 首先是 由前期的普涨 也就是11月中旬以前呢 从11月初到11月中旬 这半个月是普涨为主 所有的网络 及个股都在涨 到后来呢 就一个下跌 一个反弹 变成轮动了 有些同学们 请问说 只涨骨头不涨幼 我这股票怎么都在跌呢 还亏了不少钱 这都十分正常的事情 因为强势赏牛市 亏钱的有的是 你要保持耐心 但是我跟大家说 没有什么事 为什么说没有什么事 因为大周期走势非常健康 这地方就是出现一个周线的调整 也属于正常了 所以说所有的板块 最后都会涨 但是有些板块不行的 它走下行趋势的 那个就不行 低点在不断降低的 除了规避这些东西之外 其他的都会涨 早早晚晚都会涨 我说我给大家的参考意见 就是这地方耐心一点 严格我们的交易纪律 坚守我们的交易原则 既可以轻松获利 关于指数的走势 我因为本周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的走势 明天我们别去猜太短线的走势 没有意义 还是说我们前面的那句话 既然找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低股值的区域 是A股的一个长期的底部区域 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愿意做到高高低低呢 如果你有这个水平高呢 可以做一做没问题呀 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做 我们不算了吗 那几个数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你这个股票究竟应该怎么炒啊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喜欢齐鸣的 因为齐鸣说的 对大家还有点参考价值呢 请你点个关注啊 这样来讲我们就可以经常的交流了啊 另外呢 点个赞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呢 我的节目呢 支持我能做的更好一些 每个人呢都需要鼓励啊 我也需要 谢谢大家啊 点个关注啊 最后呢 我们再次感谢今日头条 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啊 2022升级大会 我们来了啊 分享我们彼此的十年 珍惜光阴 珍惜当下 致敬光阴啊 谢谢大家